來首先我們要介紹鳳馨 今天是蔡依希二年級的同學來當我們的示範 今天我們的課程叫做製作蘿蔔乾 製作蘿蔔乾我們的材料就是鹽 鹽跟蘿蔔 鹽跟蘿蔔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的食品加工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食材 就是蔬菜水果的食材加以加工 那今天的蘿蔔乾很簡單 只有把蘿蔔跟鹽用鹽醃醃製 然後去晒 那你不想用晒的要讓它快速一點 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用烘乾的 用烘乾雞 那現在我們把蘿蔔 蘿蔔對切以後 對切以後再重切 然後切成條 切成條狀 那這條狀大概就是3公分 3公分的條狀 3公分的寬度 大概7公分的條狀 7公分 3公分 然後厚度大概就是2公分 那現在我們先把它重切之後再橫切 然後切出條狀出來 現在就開始我們讓孟勳來開始 來幫我們做示範 那同學看一下我們重切之後再橫切 然後切成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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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同學看到嗎?就切成這樣子的片狀 片狀 長條片狀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去醃 醃鹽 你把秤的鹽先醃 它會去抓 抓了以後 它就會出水 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我們不切 不削皮 不削皮吃起來比較有脆度 會比較有脆度 這樣同學知道嗎? 好 可以 同學現在趕快先把這個 你的蘿蔔 把泥沙用鋼刷刷乾淨了以後 重切再橫切 重切之後再橫切 然後切出長條片在0.3公分到0.5公分的厚度這樣子 寬大概2公分到3公分 然後長7公分的長條 然後用鹽醃 用鹽醃 醃完之後你用抓 抓以後再搓揉 所以蘿蔔乾是非常快的 今天的蘿蔔乾很快 就可以做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再介紹蕃茄的做法 醃漬蕃茄 大家看一下 你把所有的蘿蔔切好之後 每組一條蘿蔔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那個鹽放進來 十克的放進來 然後放進來以後 用手 放進來 用雙手搓揉 如果你覺得十克鹽不夠呢 你可以再加 再加一次的十克 再加一次的十克的鹽 好 說 抓好 盡量的把蘿蔔呢 跟鹽抓 抓了以後呢 把它出水以後 我們 如果你覺得好像還不夠 你還可以再加鹽 再加十克的鹽 這樣追加 你一直追加 那個蘿蔔乾呢 可以一直追加它的鹽 就十克追加 十克追加 這樣子 每追加 十克這樣 然後把那個鹽水呢 抓 抓擠出來 把那個鹽水抓擠出來 這樣 這樣同學 各組同學了解嗎 好 我們 對 盡量的把那個鹽 抓了以後呢 就會讓它滲透 鹽就會滲透進去 那如果十克鹽 你覺得不夠 你還可以再加十克鹽 這樣子 同學看 你加了鹽 十克呢 就會出水 然後再加 第二次再追加 就這樣子 好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出水 那我們把出水的水分呢 倒掉 出水的水分呢 倒掉 好 我們把那個剩餘的水呢 鹽 用鹽裝 它的鹽 鹽滲透以後呢 就把那個鹽水丟掉 那一般呢 我們可以用日光 日光曬個一個禮拜的 就是曬太陽 你可以拿出去曬太陽 讓它自然的風乾 用自然風乾 那也可以用烘烤烤箱 用115度C的 用115度C的高溫去烘烤 烘烤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看頭可以快一點 讓它變成這個蘿蔔乾 就這樣 好 我們進去烤箱 然後呢 烤箱半個小時之後 你還可以拿出來 再醃一次鹽 再放一次鹽 所以這樣 因為我們快速的讓它做成蘿蔔乾 我們用烤箱的原理 我們用烤箱的加熱 要不然的話 恐怕就要曬個5天到7天的時間 用太陽曬5天到7天 但我們如果用烘烤箱 烤箱 用烤箱的原理 我們還可以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點 這樣你就沒有任何片都擺過 你知道嗎 這樣好 這樣很壞 看不出來哪一面 好了 動作 那邊就已經開始 如果妳 如果妳呢 剪得很薄片呢 現在已經快要變成蘿蔔乾 看這 當薄片的 齁 這是妳知道的 好 甜蜜 我是用Cue 他沒有蘿蔔 打烤 好 甜蜜 我沒有念過 妳說要把烤箱 好 甜蜜 好 甜蜜 好 甜蜜 不要搞 甜蜜 不要搞 甜蜜 不要搞 甜蜜 最心 妳不要 甜蜜 再來我們看蘿蔔 蘿蔔 這樣子呢 大概 大概再烘來個 再利用110度C 再一個小時 好 我們做好的蘿蔔乾 大概都會這樣子 這樣子 滲透 鹽滲透進去 就會有透明狀這樣子 盡量 盡量把水分收乾 盡量把水分收乾 那妳可以用太陽 利用太陽的這個日光曬 那或者是用110度C 烘烤的三個小時 也可以 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那今天我們的蘿蔔乾 做到這邊 我們就成品 好 今天的課程 我們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 謝謝孟訓的示範 好 謝謝同學 好